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播出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一封祥芝麻油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早上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寻记的微信公众号 叶薇今年30岁 是一名准妈妈 腹中的胎儿即将满9个月 家庭里原本充满着迎接新成员的喜悦 不料孩子的亲生父亲石张 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她表示不同意生下叶薇腹中的胎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临近出生的孩子 为何又会被亲生父亲排斥呢 过了十三周的那个 我是跑到湘雅医院 问了那边的教授的 这个在湘雅那边照的 然后照了之后 我就拿给那个男的看 我说你不要说 我宝贝有问题 我说因为医生说了 如果说宝贝有问题的话 三个月之内会自然临产 后来就跟我说 他说那我跟家人家都想工作 就走出去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他还是说不要 他现在还是说不要 九个月来说不要 他还不要 叶薇今年三十岁 怀孕九个月 一直住在娘家 他与石张渴望有个孩子 可当孩子怀上后 孩子的父亲石张 却突然变卦 甚至质疑父中的胎儿 叶薇说 这是石张的措辞 其真实目的 是不愿与他结婚 不愿承担责任 到现在有两年 差不多两年 两年就没有领证的是吧 就是怀孕之后 他有说来照顾你 或者怎么样呢 前期的话三个月之内有 你照顾 后面产品什么的 有跟你去吗 陪我去过一次 还是两次 这期间有跟他提过领经证吗 就是我已经有宝宝了 提过 我提过无数次 我说你要 我说我们感情也这么长 是不是 我说也是有感情加重的 我说要认证 他说不可能 原来叶薇与石张相恋两年 却一直没有领取结婚证 当腹中的胎儿只有三个月时 石张对于孩子的到来 一直都是紧张与期待 两人原定2020年10月6号结婚 可叶薇怀孕三个月后 石张的态度 却发生了180度改变 直言绝不可能结婚 这些是粉 我们的房子 都是你准备的 都是他晚上带的房子 他那边也没有任何经济上面的支持 对你 然后 是借的钱 全部是借的钱 所有的代产物品什么的 我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居然要不是没准备了 居然好 就是说本身是新订婚 好 结婚的 他说太麻烦了 订婚 一份 结婚 他跟说把他当女儿看 实际上都是嘴巴收拾了 他们说你就是先打掉这个孩子 然后后来做 孩子就是医疗生病买 不能随便打电话 一切代产的物品 叶薇都准备妥当 甚至在产检 以及补充营养方面 花费近四万元 而这些都是找亲朋好友借的款 没有工作的叶薇 也难以承担 即将面临的生产费用 那么 原定结婚的两人 为何突然会发生转变呢 叶薇与石张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昨天来到这里 昨天见他了吗 见他了 所以他昨天也没跟你相认 他昨天也没跟你相认 他昨天想问 就是那么你帮我 好 有人吗 有朋友吗 你好 在哪里啊 十张是驾校的教练 在十张同事的指引下 叶薇在驾校寻找了一圈 却没有见到十张的身影 十张究竟去了哪里 怎么会突然消失 最后 叶薇拨通了十张的电话 你懂吗 你懂吗 你懂不喊 你懂不喊就别人了 你懂不喊怎么着 拉糊 不可能 这么好久来了 啥子 仰下就歪真的 仰下就歪了 好 你懂 我以为我都用你 你懂 我以为你 你懂 他已经不喊了 我以为你 你不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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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事呢 你不喊了 电话中 十张表明自己正在前往武汉的路上 对于叶薇询问的孩子一事 十张直言他不管 可让人奇怪的是 石张的同事中午还看到了她 她又怎么会突然去了武汉呢 石张究竟是在有意躲避吗 叶维决定去找石张的母亲王慧 她在初夜她是七天 第二次吃晚餐 然后我们就问问 我问你是不是吃药 怎么吃这个型号 是不是吃什么药 我妈才说吃了可以药 然后我就跟她说 然后她妈好棒 她们都跟她说了 我们说吃了可以药 就不要了 她是担心孩子吃不健康 肯定是担心孩子不健康 现在的孩子都是要真正忧心忧郁是吧 当叶维与王慧见面时 叶维站在一旁显得战战兢兢 王慧坦言 他们早在叶维怀孕不足三个月时 便劝说叶维放弃这个孩子 她说孩子存在无法预估的风险 因为在怀孕初期 叶维曾两次服过避孕药 以及其他药物 这是你儿子 找什么来的 但是我儿子找什么来的 他自己找他嘛 你们两个人 你找谁啊 找他们是谁啊 你又去找什么来的 找我儿子啦 这不是病人的 你把儿子交过来的 我儿子被他交过来 到武汉出来 咋嘛到武汉再去学校里呢 他们已经刷出了一刷 十万块钱 我说你去做掉以后 十万块钱我给你 好 这个也讲好 十万块钱你没口了 你做掉没有 你不做掉我给你 你还不做掉你还要找我 你给我儿子 又要分手 你宝贝也不搞不搞 我做掉 让我一分钱 不是 他不是说要分手 他不是说要分手啊 你必须的儿子要分手 你差点说 他老爸 你儿子来 他理的不理他 我儿子说的 你儿子跟他 他想你 他这样的学会 学会负责任 他就行了就是要钱 他生孩子是要钱呢 是需要钱呢 他就是要钱 这个是本来就是需要钱 是不是在这里了 叶家人说 叶维产前的各类检查 都没有发现孩子有任何问题 作为母亲 叶维无法舍弃这个孩子 可王慧却质疑叶家人的真实目的 为何两家人对于腹中的胎儿 有如此大的分歧呢 王慧拿出了他与叶维最后谈判的微信记录 最后谈判以后 别不清楚 这是我付款给他的五款 能不能正经好吗 当时态度是说 你跟他交付你交易就是 不认同他们的关系 也不认同他所谈的孩子 但是如果说就是按照这个所谈 就是这个 你这个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你这个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你已经做什么关系 你已经做什么关系 他不得了 找找找找找 你说他自己打了 他自己打了 你跟他这样搞什么 你打了 让人意外的是 在王慧发给叶维的微信中 竟然质疑孩子不是石张的亲生骨肉 听到这样的说法 叶家人怒不可遏 叶维与石张相恋两年 原定两人都准备结婚 孩子的到来本是喜上加喜 为何王慧会有如此 令人匪夷所思的怀疑呢 当初你儿子是你儿子搞的 他肚子不是搞你儿子 是他搞的 不是他搞的 他要把你儿子找谁 是我儿子 你儿子还有你儿子是吧 住的 带到我们家住的吗 他自己住的 我家哪住的 他自己还没理由他在 他就跟我儿子搞在一起 他哪有什么话说 那你儿子愿意呢 是你儿子 没有理由我们不知道 原来叶维曾有过一段婚姻 与石张相识时 叶维正处于与前夫分居快两年的状态 但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直到叶维与石张两人彼此确认好感后 叶维在2020年5月才办理了离婚手续 对此王慧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他认为是叶维有意隐瞒 你说你他之前结果分这个事情你们不知道是吧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有可能 但是你儿子是觉得知道的 我可以作证 我儿子知道的 你儿子觉得可以知道的 因为他什么都没瞒着他 我跟你儿子结果你儿子知道 你儿子觉得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哪是他的事 你知不知道 那我知不知道 那我知不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知不知道 你我儿子知道他可以找我儿子 不要找我了 不要来找我 所以说 你去找我儿子 不要找我 你儿子现在回避 那是你们的小儿子 现在是没有告诉你 他儿子知道的一切 他儿子知道吗 什么情况都知道 他经过深圳的考虑在跟他交往 他儿子知道吗 是他儿子妈的 他为了这个 他儿子要他 他儿子要他跟他妈妈讲的 叶维说 自己与石张确定恋爱关系前 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无一隐瞒 全部告知了石张 是石张接受并追求他数月后 他才答应了石张 足以可见 石张选择对父母隐瞒叶维的婚姻状况 事下的决心要与叶维共度余生 那么如今他又为何选择避之不见呢 叶维与石张相恋两年 一直没有领取结婚证 面对叶维的寻找 石张并没有露面 他究竟是逃避 还是另有原因 叶维不得而知 石张的母亲王慧坦言 两人原定是在2020年的10月6号结婚的 正是因为叶维执意要生下腹中的孩子 导致婚礼仪式不再重提 王慧说 在明知孩子存在风险的情况之下 叶维要生下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此前叶维有过婚姻的事情 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对此叶维有些无可奈何 他说自己对石张一直都是坦诚相待 从未隐瞒的 对孩子他也是尊重石张的想法 并且出于母亲的立场 他不忍心放弃自己的骨肉 那么石张和叶维两个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石张究竟会出现吗 我之前那个是也是因为孩子结婚吧 也算是因为朋友认识的 我就说不就起了样子 后面跟他结婚之后 就发现不太合适吧 但是说有别的问题 结婚之后其实 他们家其实也 也说也没钱或怎么样嘛 但这个男的 就是去外面上班吧 我是那个时候 我一个人在 就是那个时候的婆婆家 所以感受不到关系 对 离婚是因为 我就说 怎么说呢 你知道那种家暴吧 都说是吧 对 叶维曾有过一段婚姻 那年孩子生产时 出现意外 没有救回 加上前夫的暴力行为 叶维提出离婚 但前夫不愿离婚 直到去年五月 离婚手续才办好 本惧怕婚姻的叶维 遇见了石张 而在她心里 石张是自带光环 我们两个就是 在家上里面 学车的时候 在行里面去练车 然后就两个人上出 挺开心嘛 然后也挺不快的嘛 所以那时候 她是什么 吸引问题的 你觉得 觉得这个难的 我觉得这个难的 因为是她追的我呀 然后我还很好追呀 她有 现在有吸引你的特质吗 有啊 因为她唱粤语歌 还蛮好听的呀 你的唱歌挺好听的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本来自己喜欢唱歌 然后就喜欢那一点 然后这个男的 怎么说呢 形象上其实也不差吧 石张29岁 一米八三的身高 浑厚的嗓音 让叶维回想起时 都是面带笑语 叶维是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常年在老家 她渴望自己 有个温暖的家庭 也渴望有个依靠 恰好叶维需要的安全感 石张都能给她 对于自己选定的人 叶维从未有过隐瞒 她说她追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那你考虑清楚 我说我之前是那个 结过婚的 然后我孩子还付了意外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还跟她说 我说我手续还没办呢 但是说我 你是告诉她了 我告诉她了 没有办离婚手续 对我还跟她说了 她说什么 我信什么 她说什么 我信什么 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你会去怀疑她吗 你不会去怀疑她 你如果说真的爱一个人 你会建议她的过去吗 你也不会建议她的过去 恋爱关系处于暧昧其实 叶维选择直接告诉石张 自己的感情经历 也表明还未办好离婚手续 没想到 石张非但没有放弃 反而是催促她赶紧办理离婚 并安排双方家长见面 叶维很困惑 她不明白 当初对她许下承诺的石张 如今为何判若两人 但是她又没尽到责任 但是她又感觉 给我的感觉 说她已经尽到责任了 她愿意去跟家里面去谈 而且她不是 不止一次跟她家里面去谈 你觉得吧 这是事情 所以你觉得现在 就根源性的问题在于 就是她家里面不同 你觉得她自己是同意的 对 怎么说呢 既然这个生命 对吧 从怀孕初期两次住院保胎 到如今怀孕九个月 孩子如同恩赐的礼物 让叶维安心 作为母亲 她也想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她觉得石张 是迫于家庭的压力 才会选择逃避 叶维提出 想让寻情记者 帮她约石张见一面 经过沟通 石张答应 与叶维见面 我这儿个梦 啊 好要了 欢迎女儿 好好讲啊 反正现在茶雨 愿意接你还是说 把这个事情给你讲好 是不 怎么 要见她 见她还没话讲了 满心期待的见面 当叶维见到石张的一刻 却沉默无言两分钟 叶维与石张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石张此前 总是会选择逃避见叶维呢 你觉得你们两个感情 还有可能吗 从头到尾 就是来来回回 拉过来 拉过来 拉过去两方 双方都拉过来 拉过去 拉成这个样子 就是 以后怎么面对完 就是 对吧 就是原本其实是有感情的 那肯定是 就来来回回 就已经磨得 已经差不多了 我能听明白 一口来有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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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张坦言 孩子的问题 是矛盾爆发的根本 他说每一次 与叶维的见面 让他感到极度疲惫 无论他怎么问叶维 叶维都不会正面回应 而是一直跟随在他身边 叶维觉得 正是因为石张的躲避 才会让他变得 如此没有安全感 不过正面 你敢死的话 你不愿意就在我上来 你说是 老个人会不能 你不愿意知道 你不愿意我没得 你说你还在建议我 你不愿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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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意我 我愿意我坚持 黄泉的经济 一样 我做的事情 整理 都还要做事情 我都不愿意我 你不要忙 我真的不劳 妈妈 真的不告诉伤害 当然 用了大方 投入这个问题 不愿意 其实可能在这个孩子的 屈留的问题上 双方的分歧比较大 然后两个人沟通方面 也存在问题 你承认吗 你觉得是吗 是不是 叶维对石张的态度 颇有不满 她说从一开始 是石张对于孩子的 屈留问题犹豫不决 缺乏做决定的能力 只会听从家里的安排 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如果孩子的出生 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 叶维作为母亲 也一定不会让孩子 来面对未知的一切 真的想让自己死心的 更坚决一点 是吗 对 所以你现在其实心里面 还是很犹豫 就是说你觉得 你对他有感情 他对你有感情 其实迫于家庭的压力 但他现在其实 已经站在你面前 讲了这个事 你还是没办法接受 对吧 叶维质疑石张 对孩子去留问题的判断 他说曾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石张是作为父亲的身份 来陪伴他和父中的孩子 可石张却以理性二字 拒绝承担这一份责任 石张究竟真的是 迫于家庭的压力吗 没有人 成为家庭的压力 我不是个人 不在乎的 不在乎的问题 不在乎的压力 不在乎的压力 不是在乎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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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的压力 我也是不在乎的压力 但从不过 因为 初始 我打了个 我们的压力 但是少了个 你不管以后 跟东击分 还是跟东击分 你都要承担这个 然后初始 我本地感觉 我能够严重 叫石碧 然后我给你感觉 然后就不够 就不够 就不够 但我就是够 我们要从这个家庭里面 保持保护 我们一直要赶紧 从这个家庭 那是吗 你的心 恋爱两年时间 虽然是姐弟恋 但是叶薇对石张 满是欣赏 他也畅想过 与石张三口之家的未来 他甚至认为 如果石张愿意 和他组建家庭 那么 他也愿意 去跟石家人沟通 两人携手 面对当下 以及未来的一切 干净我的角度 还复杂的 我晓得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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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都不 我晓得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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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晓得是根本事 我晓得 我晓得 再保更稳定 再 可能再不丢 其实我已经 保的一些可能 我已经还不得 还吃不得 对不对 你再保更稳定 就要烦起 我给你拿 我还要叫你转发 就是你承认以前 是对他有感情的 只是说这段时间 因为这些双方的事情 导致这份感情 已经没了 对吗 已经没了 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曾有过幸福与快乐的时光 石张认为 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刻 往事不必深究 让彼此难看 可在叶维心中 他对石张的感情 还未消磨殆尽 他不明白 石张为何如此抗拒他 那时候到医院门口了 准备上去的时候 他说要打个低 到五条来跳巧 没有 那我不想跟你 真的 那我还真没有 是一次两次 就是那时候 他说你只要 你把车开到三角去 就有时候两个人 在讲话的时候 处于气头上 会说出这种话 他好多次就是 他一转的就 你不要管我 他说 还是有五条跳巧 那我没有 我是有过这种情况 因为我跟你说 我运气很轻重 我运气很轻重 原来 叶维在怀孕期间 情绪波动较大 常常与石张发生冲突 甚至会选择偏激的方式 导致石张不愿继续 与叶维沟通 矛盾从两人 衍生到两个家庭 加之沟通方式存在问题 感情难以修复 石张提出 单独与记者沟通 以前我一直 包括给他做工作也好 因为我为什么 之前在那个 他刚怀孕的一个多月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 我还是很忠实的 嗯 我知道 就是因为那个 因为我确实 我也像这样对吧 我确实想要个字 因为之前我不是很懂 你不了解 我不是很懂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就是 包括我直询了一些 一些朋友 做医生的朋友 他说这个风险很大 我肯定是我从根本 像我是不想要这个孩子的 为什么 我是有个隔壁风险 想法就是 想要这个孩子做咬血 那种感觉 咬血跟你结婚 对 两个人 两个家庭之前 就因为这个事情 想过来摩擦 不在 摩擦摩擦 不在身体 石张的确对于孩子的 蓄留问题存在纠结 他此前有过一段感情 孩子即将生产时 因为意外 也终止任申了 他虽渴望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站在理性的角度 明知有意外风险的情况下 他更希望孩子的出生 是零风险 甚至选择 都不能见面 就是因为每一次 见面的时候 他都不是在找你鞋商的 他在找你吵啊 他就是在吵的 他的脾气是 就 一点就炸的那种 就我的 我之前在那边开青霸 那个青霸的时候 他有时候 他脾气 帮我 青霸里面游客 他就砸了我两次 当时确实感情还可以 但是你什么样的感情 你也知道什么样的感情 你这样吵了就吵了就吵了就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也没了 在石张心中 叶薇的性格固执且直率 两人常常因小事发生冲突 而他也不知该如何与叶薇相处 这段感情让彼此身心俱疲 石张是不善言表的人 如今这段感情 他不愿继续 但对于叶薇腹中的胎儿 他同意协商 那么叶薇究竟能否接受分手 关于叶薇腹中九个月的胎儿 又该如何解决呢 一米八三的石张 深深吸引着叶薇 两人既是小学隔壁班的同学 又是驾校的教练和教员的关系 彼此有好感之后 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相处的两年时间里 叶薇虽然性子直率 可对于石张 他是无条件付出的 毫无保留 也没有隐瞒 两人在孩子的问题上 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导致两家人受此影响 矛盾愈演愈烈 作为毫无经验的石张而言 他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更无法和家人决裂 但叶薇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他更加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可爱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 也是叶薇和石张爱情的结晶 如今叶薇渴望成为一名母亲 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么石张会愿意承担起 这一份属于他的责任吗 这个事情就这么多了 你也想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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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也想要做什么 三楼是吧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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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不止 你胆子挺大的 你怕也不住院 医生说 叶薇的情况需要住院 因为此前叶薇在生育第一胎时出现过意外 导致孩子没有保住 如今叶薇偶发性腹部疼痛 很有可能会再次重蹈覆辙 叶薇坐在椅子上失魂落魄 如果提前住院 那么费用又会增加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叶薇一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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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疼的脸后面 可是没办法啊这个事情 疼孩子 她肯定是有帮的有帮的孩子 就这么发的包子嘛 老一辈子就是订阅的 这个位置嘛 你有学吗 有学什么去报宝啊 去报宝什么的 有平常吃成哥明吧阿姨 来送给你们一点点 叶维说自己释坏了 三十而立的她 做好了面对未来的准备 做好了成为一名母亲 她明白未来也许会遭遇质疑 遭遇压力 但孩子是她的动力 她能感受腹中的胎儿 一直在给她力量 可坚强的她 未尝不是父母 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呢 你不心疼了 只有一个女孩也不心疼 不心疼的话 被女孩留在身边 快得很 其实我过三年 她爸爸一直都好 就是说我照顾她的日子很少 就外面读书嘛 就是说别人支出了一些钱 她比较自立 就是说一次读书啊 就是到外面去了 我妹妹没管过她 只是说有时候寄的钱啊 什么都给她 你可以 估计婚可以 但是她在法院的期间 你一切都照顾她 叶薇的母亲流利坦言 女儿从小独自 作为父母 没有优越的经济条件 给予女儿 但女儿懂事也不曾抱怨 前一段婚姻的失败 如今这段婚姻再次无疾而终 作为母亲 她害怕女儿的精神状态崩溃 刘莉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协商 那么此事该如何解决 不过读书 我想起来 是很高的 对吧 无法生命度 所以我的希望呢 尽管的尽管尽自己 不放心 以后出去不去的 好一样也好一些 是我尽管自己的内力 这个也是能理解 确实是 大家都是 万分之一的 其实谁也不想发生 对对对 但是国家不成呢 她就尽管尽管的 不等于好的待遇的 也不能发现了 在把它炒的过程中 我就炒不发现了 还有原来是 肌不分地 他这么做 可以可以的 还要想 如果要吃这个 就是 一直现在关心的 是 真的 真的 是 石章的父亲 石鲁安说 自始至终 他们都坚持 不要孩子 是叶薇的固执 才会走到 如今的局面 而叶薇曾有过 婚姻的经历 也让他们介怀很深 事到如今 无论叶薇如何解释 石家人态度坚决 他们不答应 继续这段感情 那么 父中的孩子 又该怎么办 我的意思 我原来是一公里 真的吗 等下过去 就是 我真的要 只给他答应 想要去 调改成 你所有的本 在之前生日 你只要了解 我不能成为人 有钱 可以 几手 不得行 我还不得了 也是 日大飞 对吧 如果说 我来生下来 如果说 你去下个 无资人 无资 只要是想要 就生下来 无资人 给了人听 我的分担 这能 我 给他们的 当给 新闻新闻 那个东西 但是我会 跑吧 做的时候 我给他们的 当给 要特别给我的债 几乎 原本 石章的工作收入 无法支撑 他的全部日常开支 他需要依靠家里的帮助 如今石鹿安表态 如果孩子不生 那么 他们愿意承担 给业危造成的损失费用 可如果孩子选择生 那么 石章已经成年 作为父亲 他们不会继续承担 属于石章的责任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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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应该理解 我觉得 作为母亲 她宝宝在自己肚子里 一条生命 她不可能就是说 这么轻的 就是没有问题 把她弄掉 对吧 而且她现在这个年龄了 她也要为以后 她考虑 万一以后这个 那没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遗憾的 她会回一辈子的 这个问题 叶薇父中的胎儿 已经九个月 无论出于哪种立场 孩子是生命 不能轻易放弃 更何况 叶薇的身体 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 也许会造成 不可预估的风险 叶家人觉得 孩子要生下来 石章作为父亲 应该共同解决 当下业维要住院 以及生产的经济困难 那么坐在一旁的石章 会作何表态 说得出情况吧 快感到 嗯 现在不是 你不要吃也快感到 使用起来了 所有的程序 而且我们是没出生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双方扯得真还好 对吧 你还可以协商处理 双方没出生在这个情况下 就不存在一个协商处理 主要宣 该法院怎么办 就怎么办 非用该怎么出 就怎么出 该怎么承担就怎么出 就已经炒破脸了 炒破脸了 就炒破脸的稿嘛 照顾宣布 没有任何感情 法院该怎么办 没有任何面子 法院该怎么出 现在你们已经炒破脸了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看着孩子 我没说 对不 我从不通 石张说 起初孩子的出生与否 他已经表态 如今他不会提前承担责任 一切可以交给法律 显然 石张全然不顾 过往与叶薇的感情 更忘记他是孩子的父亲 抛开过往发生的一切 此刻作为孩子的父亲 石张应该帮助叶薇度过难关 你现在出于一个父亲的立场嘛 你不要就是说 为了他怎么办 你又为了孩子啊 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才去弄掉了啦 是吧 哥 你觉得呢 你一定要考虑孩子 以后生下来 如果他自己知道这些事情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吧 你如果说 让他现在去 借信用卡 去找别人借高利贷 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什么样子结果呢 这是他们一定是成的 不是我 我坚决不要生 就是双方的责任嘛 对 是双方的 觉得没错 大家都要为这个责任来承担 成年人的后果嘛 你把这一关 是吧 在发明控制的 不论寻情记者如何劝说实章 他对叶薇曾经执意 要生下孩子的行为耿耿于怀 但他不曾想过 叶薇执意冒着风险 生下孩子的背后 是对实章的情深 可业维无法换来实章的义重 经过三个小时的沟通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实在的 我一个原因造成的嘛 我一口说 哎呀 我 我一定生下这个孩子 我自己养 不存在吧 如果真的是我 一手造成的 如果是我真的能 这个样子的 他们家庭没有任何一点原因嘛 是不是对合作 就不去追究这么多的朋友 准备把孩子生下来呀 然后他们态度 我是愿意结婚 领证 为了保的话 全部都好一点嘛 但他们态度坚决 说是要走法律程序 你负送我 然后我愿意真的就是 当一个单亲妈妈 或者怎么样 我愿意为了孩子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觉得感情说 没有修复的余地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些 还有哪些对或错的话 没掉在这些纠结 真的 就是说 有些 对 我的产检报告组 也做得一切嘛 叶薇决定将一切交给法律 她不再强求这段 无法继续的感情 当下 叶薇只有一个目标 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出生 她说过往已成过往 对与错不必深究 未来的路 一定是充满未知 也充满经济 但她坚定不移地 愿意成为一名母亲 首先呢 目前来说 现在还是个胎儿 那么可能没有经过登记结婚的 那么我们的是不说婚姻法的保护的 那么只有这样 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但是我们的民发典也有规定 我们的非婚生子呢 跟婚生子呢 是享有同样的权利的 包括被抚养的权利 教育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歧视或者侵害 那么如果一方不直接抚养这个非婚生子的一方呢 是有义务要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用的 那么如果一方拒绝或者否认这个亲子关系 而且有 有一定的合理的理由的话 要确认亲子关系的话 可以申请做亲子鉴定 经过三个小时的沟通 双方不欢而散 面对叶薇目前急需住院的情况 时章不愿意提前承担 作为孩子父亲的这一份责任 他说一切的责任都要按照法律的判决来执行 听到时章的表态之后 叶薇淡然了 他不再强求 选择先将孩子平安的生下来 剩余的交由法律程序决定 也许爱情是一场修行 也是促进彼此成长的过程 我们想对时章说 你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即将出生已成事实 这一份责任是不可逃避的 帮助叶薇度过眼前的难关 是你作为孩子的父亲 应尽的勤奋 何必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变成相恨呢 我们也想对叶薇说 既然选择成为一名母亲 想必你已经做好了 功课万难的准备 但今后面对每一次的选择 请一定要慎重 欢迎回到由专注高品质挂面 35年的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易风翔芝麻油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进到好面条就选陈克明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容 轻易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把自己收留 看不如在一边的收拾 这样的视频 感谢您和声 感谢您的 bullet 互动 引起来